各位同學我們現在要來講解一下 廣義三角與極坐標的部分 首先我們如果要想辦法求240度 考賽240度 那我們依照做圖法的話 前面有講過 240度的話正向角 先把X方向先定住死邊 然後轉240度到第3向線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找到這個點坐標 P點坐標 假設P240是在這個位置 依照這個單位元轉過來這個位置以後 好我們希望把這個點往X軸上面掉 所以掉到這裡以後會形成這個三角形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去算一下180度再加多少會變240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是200 240是180再加60度上來得到這個三角形 好那這個單位元是1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立刻知道 依照60度的 這個定義 是1比根號3 比上2 那通通除以2以後 所以我們就知道 口塞240度 這個口塞是控制影子 然後我們就知道是2分之1 因為他在遠一點的左側 所以是負2分之1 那這一段好 這一段的話是2分之根號3 那因為他是在 S軸下方控制高度 下方為負 所以是負的2分之根號3 好那我們現在要去看那個 口塞240的話 好那對於綠色的部分就是我們要答案 好這個是 單位元還沒有縮小為一單位的狀況 那我們知道這個邊比關係是1比根號3比2 那記得這個是要 變成負的 這個要變成負的 因為 圓點左側為負 然後呢 這個控制高度下方為負 那我們藉由 口塞的定義叫做斜邊分之底 所以2分之負1 也可以這樣子 把它畫出來 好那看同學是喜歡用單位圓的方式 直接找答案 還是要用原始的邊比關係 斜分之底是口塞 那斜分之高的話 是我們的塞 好那我們都習慣是往什麼的 往X軸去掉 那我們知道往X軸去掉的話 這個是0度還有180 所以 遇到X軸 我們不需要去轉 余函數 因為我們習慣都是往 X軸上面去掉 直接去找出我們這個參考的角度 好 那另外一個想法 因為想法是我們把這個批點 這個批點往Y軸上面去掉的話 Y軸上面去掉 那也就是 依照這個做讀法 我們把這個往Y軸上面掉 那 我們就會這樣想 是把270度倒扣 30度回來 才得到240 所以我們把這個三角形 塗射以後 依照這個三角形 來看這個圖形 這個邊比關係一樣 是1比2比根號3 好那 因為我們往這邊掉的話 那相對這個綠色 反而是它的高 好是這個三角形的高 因為 高度才會從上方往下面掉 對不對 好這個是高 那相對的這個藍色反而變成底 我們現在針對的是這個30度的這個直角三角形 好那邊比關係我們還是一樣造型 依照這個坐標 坐標軸上面 旋轉半徑都是正 正2 然後這個是1比2比根號3 好那所以 這個是在遠點的左方 好所以這個是負的 這是下方 所以這也是負的 好所以 我們就把 這個倒扣回來也可以知道 它實際的這個長度 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Side的什麼呢 Side的30度 那注意這個 角度 要加一個負號 所以是 2分之負1 好我們再對照剛剛上面這個圖 我們要找的是這個 這個答案 好是這個答案 綠色是這一段 好只是我們今天變成什麼呢 變成這一段 所以你把它copy上來以後 這一段也是我們要答案 那只是 我們從這邊就可以去找是 負的什麼呢 Side30度 2分之負1 好這是用做圖法的方式來做說明 好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遇到Y軸 Y軸的話 Y軸的話就是90度 下面就是270 那我們要把它轉成余函數 原本剛剛是求cos 上面這個 這個暗色的這個黑色三角形 我們是原本是cos 斜邊轉成底 但是我們現在藉由這個Y軸的話 你反而變成余函數 好要變成余 余角這邊剛剛是60度 這邊變成余角30度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 cos 轉成sin sin的話是 斜分之這邊叫做高 所以變成2分之負1 好那於Y軸的話我們就要轉個余函數 好那於Y軸的話我們就要轉個余函數